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潔 XS10是富士最新出品的數位相機 那先前我們已經有辦過了機場體驗會 如果沒有辦法參加我們體驗活動的朋友也沒有關係 你今天看完這支影片也可以對XS10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歡迎黑面老師來為我們做他的功能介紹以及使用心得 我們歡迎黑面老師 來,大家好,很榮幸跟大家分享XS10的一些新疆的功能跟一些改進啊 那我們今天分享硬體跟軟體兩個部分來講 硬體啊,第一個最主要就是他整個體積都縮小了 他跟XS10比起來啊 他的體積有很明顯的縮小 然後重量啊,輕減的更有感啊 他總共減輕了142公克 中間就差了一機手機的重量啊 這個大部分拿XS10的人都會覺得好輕喔 然後再來就是他這個握把 握把變得很深 所以你在握的時候啊,很好握 好握帶來的影響就是他握起來很穩定 你拍照啊,成功率就會更高 搭配我們新疆的防守鏡功能啊 幾乎你的照片拍起來都不會模糊啊 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他操作方面變簡單了 操作方面變得更簡單 就是他的佈局啊,跟我們一般的單眼很像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啊,基本上眼睛不用離開 你的觀景窗 直接系好按鈕的位置啊 你就可以去調整你要的設定 XS10啊,他最主要的就是有防守鏡的功能 以往附近的相機在這個Label的相機裡面啊 是沒有防守鏡的啊 所以這個功能是大家期盼很久很久 然後現在終於在XS10下面實現了 那為什麼能在XS10下面實現防守鏡的功能呢 所以他防守鏡的結構啊 跟之前比起來 跟XD4比起來啊 他的重量跟體積啊 都減輕了30% 所以他能把防守鏡的結構 塞到這麼小的機箱裡面去 然後XS10啊 搭配富士大部分的大光圈定照鏡啊 都有6級的防守鏡 所以你一般生活使用啊 他基本上是可以到10分之1秒 或5分11秒的快門速度 並共可以用這些速度拍 來獲得很穩定的影像啊 然後他在望遠鏡頭 像是5140啊 或是比較望遠一點的鏡頭 那個防守鏡啊 有5.5級 所以你在拍攝啊 基本上是很穩定的啊 他的表現跟XD4是一樣的 然後像我們看我們的力圖裡面啊 有一張是 所以晚上晚上然後在海邊啊 月光下在海上啊 這個是我有一期出去玩 看到 就是看到 聽到隔壁有 有住客在那邊鬼哄鬼叫啊 然後我就被吵起來了 然後我就出去看一下他們在座所 然後往外一看就是 怎麼月光下在海面像這麼漂亮 我就趕快回去拿XS10出來拍照啊 然後因為海上天上雲很多啊 然後我們拍照的期間很短啊 我拿起來上去直接就拍了 也沒有上腳架啊 拍起來照片我覺得效果很好 然後除了這個海上的照片以外 我也拿TIG進去拍一些食物 然後拍食物最主要的問題啊 就是你沒有辦法用很大的光圈下去拍 然後防守鏡呢 你就可以用比較低的ISO 然後縮光圈 像我拍食物 喜歡縮到5.6下去拍 然後你可以用比較慢的快門 然後比較小的光圈 比較低的ISO 去獲得比較線的景線啊 讓食物的細節呈現的比較多 XS10它的操作啊 跟我們之前的單元比較接近 像H5 Pro啊什麼的 就跟它的操作習慣比較接近啊 會更專業相機 就是比較接近專業相機操作的邏輯 它的開機鍵在這邊 開機鍵在這邊 你就手握著想要開機馬上就搬 然後它的Q鍵在這邊 改一些設定啊什麼的在這邊改 然後還有獨立的錄影鍵在這裡 然後ISO在這邊 然後我們最常用到的是這個後滾輪 你要調EV啊 然後加A模式要調快門啊 調什麼時候通常都是轉接的 然後它這次有新增一個 HP模式 就是進這個場景模式 然後後面的小搖桿在這邊 我們要放大照片啊 按小搖桿按下去 然後轉後波輪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是閃燈的 切換閃燈的按鍵 我們在戶外拍攝的時候 尤其是逆光的時候啊 它的內閃補光啊 還蠻方便的 而且複式的內閃補起來 一段光還蠻自然的 我們在投影片裡面 也有放照片可以給大家看 我有拿內閃來拍了幾張照片 我覺得效果還蠻好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片的效果 然後它的螢幕去測翻式的 測翻式的 方便你在拍Vlog的時候 檢測你在鏡頭方面的一些視角 然後這邊還有一顆 這邊還有一顆Gribe鍵 注意你要改 連拍啊 HD啊 或者一些 曝光包圍啊 全景模式 全部都按JACK按鈕去做選擇 然後我們這邊啊 因為我們有些功能整個要選在裡面去了 所以這邊有新增 四個C1、C2、C3、C4 四個設定的選項啊 你可以在選單裡面把你要的設定設定好 然後儲存在你的C1到C4這幾個 快捷轉盤的選項上面 以後啊 你只要轉轉盤都可以切換設定 會比較方便 我們這個講軟體的部分 第一個啊 就是它的濾鏡啊 跟XT4是一樣的 它有18種濾鏡可以選擇 XT4可以選擇 XX10全部都有 我相信一般我們比較喜歡用的NC濾鏡啊 CC濾鏡啊 或者是Arcose的黑白顏色啊 你用XX10全部都可以體驗到 像我們富士相機這個系統啊 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有 它的軟片模擬有很多的選擇 而且通常啊 你用軟片模擬拍起來的顏色啊 都很乾淨很漂亮啊 相信我喜歡 富士系統的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 因為它靠的軟片模擬 可以節省我很多的後繼時間 相信我們 投影片下面有幾組教練 是在換天氣的時候拍的啊 可是我靠用柔和這個軟片模擬 拍起來的顏色啊 都很乾淨很漂亮 你就省去我很多後製 調整的時間啊 然後 它濾鏡啊 它濾鏡的時候 你選濾鏡 它還可以用這個轉盤去調整 濾鏡的那個 種類啊 所以我們在戶外選濾鏡的時候 你直接切到濾鏡以後 然後轉這個轉盤可以很快速的選擇 這個也是我們新增的一個功能 然後螢幕上面還有 按Q鍵 你可以看到我們濾鏡的說明 像我們以前 不知道選哪種濾鏡都用拆的嘛 可是現在上面有說明啦 你可以試場 去選擇你想要用什麼濾鏡下去拍 然後就是除了濾鏡以外 我們新增的HP模式 就是正常的場景模式啊 我們的場景模式啊 可以 因為這個場景的 顏色 然後動態範圍 然後它藍色的深度看要不要加深 還有它的清晰度啊 它會自動幫你調整 跟之前的場景模式比起來 就是這個表現啊 很明顯比之前還要更好 然後這次的場景模式啊 它可以選擇漏檔 它可以選漏檔 所以 你以前 像我們以前的場景模式啊 就是拍完 它就不能再選了嘛 它就有GPG檔啊 可是這次的場景模式可以拍漏檔 所以你拍完回去 還可以再做後製 如果你不喜歡 還可以做調整 然後 它因為它可以拍漏檔嘛 所以你軟片模擬啊 你也可以再後來再選過 然後機前我們場景模式選下去啊 對焦模式也不能改 它這次也可以改 像你要用單點對焦啊 區域對焦啊 你都可以在你拍攝的時候 你選擇你需要的 那個對焦模式 然後 然後 XS10啊 它由我們 附近新系列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HDR 這個功能啊 在我們拍攝高反差的場景的時候啊 很好用 像我們投影片啊 有一組照片 是在一個 白色的廁所門口拍的啊 以這個場景來說 我們以前要把人跟背景都拍的 曝光很正確的話 是需要打閃燈的啊 如果沒有打閃燈啊 你在白色的背景不過負的情況下 人們拍起來都會比較黑 這樣就不好看了啊 所以我以前都 我都會選擇打閃燈 可惜XS10啊 它有HDR以後 我就用HDR下去拍 你看我們投影片 用HDR拍的照片啊 人的顏色跟背景 就保留得很好 我還有另外再拍了一組 就是我們除了白色的背景以外 後面還有藍天的照片 你可以看藍天白色的牆面 還有人的膚色啊 都保持得很好 這個啊 有時候比閃燈還厲害啊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一組照片 這個是我在一間女廁前面 我路過的時候 看到那個光影變化很漂亮啊 所以我也想在那邊拍 如果你要在這邊打閃燈啊 你可能閃燈剛架好警衛 就來問你要做什麼了 所以這個可能會比較困擾 所以這個場景我也是用HDR下去拍的 然後另外我在停車場 又拍了另外一組照片 你可以注意看 沒有用HDR的背景啊 地面跟後面的天空 有很大一大塊都是過曝的啊 可是用了HDR以後啊 它背景地面有沒有 就看不到過曝的地方啊 這個我覺得功能很好用啊 我們在拍人像 或是拍一些風景的時候啊 你有這個功能啊 對於你後製的時間啊 可以節省很多 基本上啊 它的性能啊 跟XD4是一樣的啊 它的對焦啊 有0.02秒的單式對焦速度 然後它整個對焦範圍幾乎 涵蓋它的感光元件 所以它整個畫面幾乎 是你可以對焦的地方 然後它的演算法啊 它在追蹤對焦的時候 會追得更精準啊 然後人眼對焦 這個也很 跟機程比起來 它咬在眼睛上面的捲缺率 跟速度啊 也很有感啊 像我有錄了幾段影片啊 就是我請模特在走動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 那個L11螢幕上面的對焦點 它就很 咬得很緊 然後就一直追個模特的眼睛跑 這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啊 再來就是它的Pre-AF 演算法也有這樣強 Pre-AF就是它可以預先對焦 我們一拿起來 它可能就可以追到你的拍攝主題啊 這個跟機程比起來啊 算法也有更好啊 然後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它有-71mm的對焦 就是在你眼睛已經看不到有什麼東西了 它還是有辦法對焦啊 它還是實實它是可以錄 4K影片的啊 它有4K相機P一個高解析度的錄影 然後它還有1080p 10倍速慢動作4HD的錄影 然後它還支援數位影像穩定啊 然後它數位影像穩定還有增長模式 你可以看你的情況去選擇 你需要什麼樣的設定 然後它現在2021年啊 還會更新它的韌體啊 讓它有更廣的資源性 然後它還支援F-GOG啊 你需要去調整你的 就是後期調整顏色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F-GOG下去錄影 然後一般來說我是不會用F-GOG下去錄啊 因為富士它錄影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影片可以套用富士的 軟片模擬 像我就錄影的時候 我就習慣靠它的NC 或者CCC或者一些柔和啊 下去錄影啊 它的銀線通常都很好看 以我個人的需求來說 從我錄完以後 就不會加後期啊 直接剪一剪就可以用了 非常感謝黑冰老師詳細的介紹 相信大家對XS10已經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那這邊也要提醒已經購買XS10的朋友們 要記得去做韌體的更新 因為它會關心到你3.5耳機孔的連線問題 那如果你對產品有任何的問題呢 也歡迎詢問我們的官方LINE 我是小潔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